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到了就是 我怎么去辨认这间屋子是印度人的呢 很简单看到没有 然后那间是华人的 你看这个很明显 华人的话就会掉灯笼或者拜天宫 然后你看这间也是 这间还算是蛮豪华一下 还蛮漂亮 嗯 好 我们再看 所以我们可以体验到马来西亚真的是 各种种族住的屋子其实也不一样 真的很特别 可以看到这间屋子也是很有特色 看到没有 它还写上名字 对 我们看看一下 这是华人的屋子 看到吗 掉了红灯笼 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子没有维尼巴也OK的 对 就是你在我们所谓的新村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间屋子也是蛮有特色 对 对 这个是印度人来 租 租咖喱的时候架上去的小小的 他们就会种一些 你看下去你就知道是印度人的屋子也是从他们种的东西去探 这个是罗勒 九层塔 就这么像小的九层塔 嗯 好香哦 对对对这个不同的品种 肯定要养鱼 肯定要养鱼 不然就有蚊子 对 孔雀鱼 孔雀鱼 不然的话就生蚊子 对 左手香 左手摸也香 右手摸也香 哦 这样用脚摸也是香 对 用不着脚脚底香咧 哈哈 这个来煮那个炖那个冰糖可以对咳嗽很好 OK 哦 这个石筋子 这个苔花有点像茉莉花的香味的 嗯 嗯 小孩子生虫啊 用这个 哦 肚子生虫 对 生肥虫 嗯 那你们华人又树在这边咧 我们从小就在这边树 这边有印度人租 然后也有华人租 是咯 我就看到 我昨天来看到 通常这边的华人都是 最少住上60年了 也有60年了 对对对 就是是不是跟Jek D买下来的 没有没有 地是他们的 地 地是Jek D的 嗯 然后华人就买下这个地 租 租 也不是 租 地是他们的 然后这个 屋子是我们租 哦 但是如果我想我们不要住了 啊 必须要 卖点 他们确定了 嗯 本住而已 哦 但是如果我们是 之前住下来的 我们可以再允许 哦 哦 如果我想我们要 卖这个物给外人 不能够 就不能够 哦 因为他们要维持这个文化 哦 是是是是是他们也 我们是住久了 但我们也好像他们一部分 是吗 是吗 其实也很开心哦 跟他们一起住 对对很好啊 环境很好 啊有什么事呢 大家出来 对 他这里面有小偷 这里面有小偷耶 哈哈哈 所以我们不会 如果外来人可能就没有 对 不会保护 不会帮到 或者不会 可能会造成一种干扰 或者是 也让他们很难延迟一个文化 对对对 像我们了解 我们他们嫁接什么 啊就是会 一起不相送 对 我们这边有四架锅啦 其实也可以自己种啊 整个土地自己的 这个收了 啊 这是收了 不过它是小小的 这个 还叫收了 哈哈哈 小小个啊 这里是图书馆 那我们 进去看看吧 好走 是 微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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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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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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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